今天來分享一個很特別的遊戲 這遊戲最無意之中發現到 現在在日本那邊 話題性都很高 人氣都很高 見到很多日本頻道都在拍片 還有直播這遊戲 是一隻俄羅斯方塊 但這隻俄羅斯方塊有少少不同 有少少不同 是一隻免費的網頁遊戲 你只需要在Google打這個名字 打這個名字 然後找第一個你就找到 或者你打這個英文應該都可以 應該都找到 然後你就可以找到那個遊戲網頁 不用錢 免費網頁遊戲 回到遊戲這邊 這裡開始 讓你看一看 它是一隻俄羅斯方塊 傳統俄羅斯方塊 就是把這些方塊合在一起 然後塞滿了之後 它就會燒 基本上你都知道怎樣玩 正常 你是一個正常的玩家 你都知道俄羅斯方塊怎樣玩 不想我詳細解釋 這遊戲 有少少不同 它的方塊落地之後 就會變成一堆沙 會變成一堆沙 這裡我直接開始給你看 基本上操作沒有太大分別 主要是方塊落地之後 然後就會散開 變成一堆沙 看到嗎 然後就會變成一堆沙 然後你要怎樣去燒呢 怎樣去燒除它呢 你要把相同顏色的沙 蓋在一起 就像現在這裡綠色這一堆 我要想辦法把它塞在一起 塞到兩邊 兩邊塞滿了 這樣就有機會可以抵消 現在這裡放 看到嗎 咦 這樣就可以燒到 要這樣抵消 黃色 應該藍色OK了 然後這裡流下去 最後紅色流下去 然後突然在中間 咦 看到嗎 是這樣 這樣玩 變成它不是好像以前 砌一個長方形 砌滿它 不是 那 即是 操作上 就 不複雜 但是擺位上 就 很有技巧 你看到它的沙 因為它擺上它 它是一堆沙 它一定會打斜 然後它的沙會流下去 會流下去 很多時候如果你放得不好 然後好像現在這樣 咦 中間那個位置 然後被其他沙塞住 然後你又燒不到 挺過癮的 不是開玩笑 挺有創意 我自己覺得是挺有創意 鵝屍方法可以變成這樣 而且 老實說 都不容易玩 老實說 沙的流動 變化 都很難預測 你別說 接著這裡 接著紅色 搭下去 可不可以再蓋 不行 如果右邊那邊有多點紅色 就可以再 接著這裡 行不行 喂 不行 好 這裡打 好 燒到 接著是黃色 然後燒 接著 在右邊再放紅色 對 燒到 這裡放了綠色 放上紅色 定 不行 蓋下去 不能 不行 放不見藍色 然後 唉唷 沒有了 沒有了 紅色 綠色 紅色 藍色 不行了 我玩完了 就是這樣 我感覺上 它有點像以前的 什麼東西呢? 它有點像以前的 擺水果 有沒有像 之前 以前有隻 擺水果的一隻遊戲 又是突然之間紅的一段時間 操作也是很簡單 但是 不容易玩 一開始好像放草莓 還是兩顆草莓 合起來變成葡萄 兩顆葡萄 變成橙 變菠蘿 再變黑麥瓜 最後變成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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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兩顆西瓜合起來 就會抵消 你不可以超過 它的空間 空間 空間是有限的 水果越擺越多 你擺滿了 然後你就遊戲完蛋了 好像以前那隻 擺水果的遊戲 那樣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超越它 因為我看到它的 人氣 現在都不停 在日本那邊 它感覺上 跟那隻差不多 就是 操作 簡單 但是很有挑戰性 很有技巧的小遊戲 而且會令到你不停想玩 玩完一波 之後又想再玩一波 有興趣可以去體驗一下 這隻小遊戲很過癮 今天有一點點分享 一個小小的分享 之後再有些什麼 好東西到時候再拍片分享一下 就這樣吧 See you